今天因为是快乐的星期五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 又不说这个特别严肃的话题 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 每到星期五 大家就会如此地开心 大部分的上班族 这个在一周中 心情最好的一天 可能就是现在了 眼看着这2019年 要过去了一半了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可终于忙完了 作为一个上班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种感受 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或许什么都没干 坐在那一坐八小时 但是你就是感觉特别的累 下班甚至累到一回家 就葛优堂 什么都不想说 你只想安静地刷剧 打游戏吃美食 我感觉你今天这个话题 就是来研究我的事吗 你怎么能 太了解你了 你怎么能开一个话题 来研究我呢 这样是不对的 那我就经常在思考 就是说同样都是坐着不动 我打一天游戏 能让人放松 可是为什么上一天班 却让人精疲力尽呢 就是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 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下 这个事啊 首先来说啊 其实啊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脑是高度集中 高度紧张的 那么在这个当中啊 就会牵涉到一个 我们平时很难察觉到的劳动 叫做看不见的情绪劳动 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啊 以这个销售行业为例 在工作当中呢 为了维护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啊 你需要付出很多情绪管理啊 会不知不觉当中 消耗我们很多的能量的 没错 说这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啊 霍奇·柴尔德 他就是将这个情绪 将这一个整个这个过程吧 称之为情绪劳动嘛 他指的就是员工 要根据组织的情感规则 来调整外在的行为表达 在工作中表现出 令组织满意的情绪状态 那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委屈还是动怒 你现在失恋了 还是你失去了这个心爱的手包啊 你都要符合组织 对你的这个情感要求 要做好个人的情绪管理 来符合工作的需要 该微笑微笑 该耐心耐心 由此可见啊 办公室工作 可真的不只是 动动手指动动大脑 它还包含了情绪劳动 这种无形的消耗 你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 你就要符合这个办公室 对你的场景设定了 这可能就是这个职业素养吧 就是一种职业的专业精神 所以你就设想一下 你要像一个客户 来推荐一个新项目 你看看我们这个新项目 很不错的呀 但是如果是对方啊 是那种啊 看看吧 就挨打不理那个态度 也不是很积极 各种就是不配合 比较为难的话 这就会让你既愤怒又挫外 但是这个时候啊 你不仅要去尽力的 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要绞尽脑汁的 去处理一下这个冲突 所以啊 这一天下来 你会感觉 虽然火好像没有干多少 整个人却像退了一层皮一样 所以我们啊 就是常常会觉得要专注的 把一件事情来做好的话 并不见得有多累 但是一旦要涉及到 复杂的关系处理 就会觉得心好累啊 对啊 感觉身体被掏空 好像就是这样来的 脑力劳动啊 是看得见的 但是情绪劳动 却经常被忽略 然而它却是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 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往往是最耗心神的部分 比如说啊 领导批评部门竞争 客户挑剔等等这些东西啊 这些人际张力 都会成为刺激源 来唤起你的各种不良情绪 那为了不影响工作啊 职场人就不得不压抑 这些个人的情绪 但是情绪这个事情啊 就是越压抑 身体就越不舒服 就越容易出现疲劳 你就看街上不是也有 卖这个兽气包啊等等 对对对 就是为他们设计的 就拿着来 其实是一种 自我压力的一种释放啊 没错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项十分耗能的工作 叫做调控意志 是我们不仅要花能量 去控制情绪啊 在这个与此同时呢 还要控制自己的意志 就是说当你啊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我特别喜欢摄影啊 我就在钻研摄影 或者是我喜欢研究心理学啊 或者是我就是爱玩游戏 就算是不吃不喝 连续这个十几个小时的 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进程啊 我都不会觉得累的 但是啊 怎么平时这个上八个小时的班 你就会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呢 这个差别是在哪啊 就其实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投入 而你做 不是特别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花很大的一个心力 去调控自己的意志了 其实啊 这就是一件非常耗能的事了 所以呢 我们再给这个找一个理论 根据吧 这个美国凯斯西楚大学的心理学家 霍伊·鲍万斯特基 他就说啊 于自我控制的这个研究呢 提出了一个自我损耗的理论 自我损耗理论 认为控制意志 选择行为 做出决策 都是需要心理能量的 而心理能量 它是有限的 短期内 只能进行有限次的自我控制 你控制的 你需要控制的行为越多 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大 脑力劳动 情绪劳动 意志力控制啊 都是需要消耗你的能量的 而能量消耗之后呢 就需要一段时间才来恢复嘛 就类似于健身之后 你可能需要休息 才能够恢复体力 你这种无形的消耗之后呢 也是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恢复的 对 然而啊 这个工作当中啊 控制意志导致的 一个身心劳累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就比如说啊 觉得工作没有意义 哎呀 就觉得今天这些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些啊 哪怕只是做一些 很索碎的事情 你也会觉得很累的 因为你的内心当中 就是有一种冲动 在抵制 然后呢 在抵制的同时 又要来说服自己 就是这种 左右互搏的 这种意志控制啊 哎呀 确实是 正是它在消耗你的电量了 类似的还有包括 工作走神 你一边上着班 就一边是想着 哎呀 我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呀 今天晚上我就是 这个还有一些 哪一些业余活动呀 哎呀 我叫我这哥们出来啊 这个咱们有一些 什么样的安排 哎 在处理方方面面 你的生活上的事情啊 人脑子不停地 在开小菜当中啊 这个多个任务 并行的操劳 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耗能的 影响运动了 所以啊 在你的心里 永远就一个小天使 一个小恶魔 然后两个人在打架 然后他还有 还得可能有一个 小秘书在帮你处理 你说这人得多累啊 还有一种 看不见的呢 但是会让我们身心俱疲的 耗损叫做慢性压力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长期的慢性压力 也是造成身心疲累的 重要原因之一啊 压力分两种 一种是急性压力 它是突如其来的状况 比如说像救火队员 警察叔叔 经常面临这种急性压力 还有像工作中啊 临时通知明天交方案 这种都是急的事 另外一种就是慢性压力 温水煮青蛙了 它就是长期 持续存在的压力 比如这个月的校级考核 太高很难完成 急性压力的压力解除之后啊 身体其实是很快可以恢复的 而慢性压力 就真的是温水煮青蛙了 让身体持续地处在 应激紧张的状态里边 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休息 所谓的这个慢性压力啊 应激无时无刻不在 其实啊 它会在威胁着大家啊 上班族的身心状态 就比如说你每天醒来 会担心 今天的业绩完不成 我该怎么办 工作没有做好 该怎么办 面对裁员我又该怎么办 其实这些压力啊 都会让我们本能的 会进入到一个战斗 或者是逃跑的紧张状态当中 身体就是开始分泌一些压力激素 来应对这些危险 如果说啊 这个压力解除的话 身体就需要休息和充电 通常啊 是需要24小时 或者是48小时 来进行一个恢复 但是如果这个压力 是长期存在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倦怠期 导致这个肌肉无力 免疫力下降等等 慢性疲劳综合症 其实解除疲劳压力的方法有很多 大家可以运动啊 旅行啊 但这些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支持 最后呢 作为上班族们 我们来推荐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啊 最省事最有效的 其实就是你可以冥想 心理学研究表明 冥想真的能够很好的处理情绪 训练专注力以及缓解压力 其实通过冥想啊 大脑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内分态 来唤起我们内心的一种愉悦和平 让身体放松一下 因此啊 当工作劳累的时候 在座位上试着停下来 花几分钟冥想一下吧 这一节的财经事件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by bwd6